那你為什麼不能帶女兒出去 不是 我可以帶女兒出去 他不讓你帶嗎 沒有 他讓我帶出去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 大家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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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單純想要抱怨他老婆 我想要一起抱怨他老婆 對不對 我不是遺憾 因為平常總之媽媽跟孩子 處的時間多嘛 對 女兒跟爸爸處的時間是不是少 他把時間讓出來了 還要被抱怨 你就這樣好嗎 是不是 這樣才可以抱怨 所以他在那邊搞什麼 我沒有說他 這是我跟美麗姐這樣很默契喔 以後她想要罵來賓的時候就 我沒有 我沒有 如果你正在爽爽的放假 請問遇到以下哪一件事情 你會會大 A 收到老闆傳來連環簡訊 B 跟另外一半吵架 卻無處可逃 A 還是B 來 請舉牌 OK 一半一半 依然從老叛籤開始 平常因為大家都有工作 有時候老婆就白天見不到 晚上回家才會看到 那你出去玩的時候一整天都在 我老婆也是有的時候 女生好像有一個習慣 她有了飯店住起來不錯 她就說 我今天就在飯店裡面 玩所有的設施也就算了 對啊 她又要在飯店裡面按摩 然後那個 我這個也不要去 這個也不要去 那我說那我們總要出去外面吃一些 譬如說 好 譬如說我們去花蓮 那你總要去外面吃 好吃的東西 我不要 我在裡面太陽太大 然後再泡澡 我好適合 跟她出去 然後那個腳 弄腳皮 對 結果每天就在那邊弄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女兒也不願意啊 我女兒至少要出去 我要帶她出去外面 可是她就不願意 那你為什麼不能帶女兒出去 不是 我可以帶女兒出去 她不讓你帶嗎 沒有 她讓我帶出去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大家一起去 大家一起去 大家一起去 我們今天是單純 想要抱怨她老婆 我想要一個人一起去 對不對 我們是一家人 他就是非常沒機會抱怨 我們是一家人嘛 那總要一起這樣 那好啦 反正就不開心了 老漢是農夫性格 他喜歡在外面曬太陽 他老婆就天生的貴婦 貴婦就喜歡 我們今天不是還吵架的喔 還做耕農的咧 對不對 好 我從2023年呢 我已經有立志說 我要改變我的那個形象 我不要那麼咄咄逼人 這樣子 對 所以我會 我直眉散目 對 我剛剛有一點忍不住啊 妳罵 妳說妳自己啦 妳罵罵 她可以罵她 我沒有要罵她 我沒有要罵她 玉琳啊 好 一家人是什麼意思 一家人就是家人啊 對啊 那所以一定要形式上的在一起 但是心不在一起嗎 心不在一起不行啊 對嘛 那所以如果她在浴室泡澡 但是心是掛著妳的 然後也放心的 也祝福妳跟孩子能夠單獨獨處 因為平常 總是媽媽跟孩子處的時間多嘛 對 女兒跟爸爸處的時間是不是少 她把時間讓出來了 還要被抱怨 妳就這樣好嗎 是不是 這樣才被抱怨喔 但是我跟美人姐這樣很默契喔 以後她想要罵來賓的時候就 我沒有要罵她 而且美人姐聊天啊 而且美人姐的那個解碼 會特別長 妳會講好順喔 來 凱君 我覺得 我覺得假期這個期間 我真的覺得是要好好把握沒錯 但是如果 家庭出去玩的時間有沒有 就是真的要控制好 然後該預約的都要預約好 妳跟NO哥會發生像他們那種 想要各玩各的的狀況嗎 我心裡是上小的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不自己是傳統的 對 所以我如果跟NO哥出去 我一定要安排好 要預約好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忙太多事情 一下子會忘記 像也是我們去宜蘭那個 菁英酒店 菁英 還不是菁英啦 不是 妳這麼奇怪 妳要唸錯 我怎麼唸錯 菁英酒店 對 然後呢 就是他的烤鴨 就是妳在訂房前一天 妳都要 一起先預約 他就要先支鴨 對 然後裡面很多的那種 親子的那種遊樂的那種設備 什麼小賽車 然後氣球池什麼的 賽車 小賽車竟然要預約 然後我 我忽略了這些事情 然後我連烤鴨這些事情 我也忘記預約了 然後妳知道 因為我老公那個人 我寧可他罵我 可是他 略不罵我 撞著那一張蓬蓬的臉的時候 我越害怕他 我 對 因為他的法律文 也比較明顯 所以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帶小朋友下去賽車 我遠遠看 好多家長的背影 大排長龍 比排包子還要長啦 對 然後NO哥就說 你不是要預約嗎 我說 我不知道 我以為一來就可以賽車了 然後就說 那就排啊 不然小孩那麼想玩怎麼辦 我就排 我就好 那不然你們先去旁邊 長椅坐好了 我就自己摸過去 我就排 排到了 就是坐到賽車開心 然後說 你好餓喔 不然就來吃烤鴨 他說 糟糕了 舉張加上 老公 我跟妳說了一件 很晴天霹靂的事情 我希望妳今天會有 慈悲菩薩心 出來完了 大家不要不開心 他就說幹嘛 我忘記要預約了 沒有烤鴨了 沒有烤鴨 然後不然就這時候 就沒烤鴨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當長椅子 喝杯給妳拔 吃燒肉 我就自己就是問那個餐廳的人 我說 那真的沒有辦法現場等嗎 多久我都可以 他說 真的不好意思耶 朱小姐 我說那 還是 我就 我很聰明 我這次我說 那烤鴨車可以嗎 他就說 好啊 不然 你也想吃烤鴨 大家都想吃烤鴨 我就走出去烤鴨 我說那妳先回房間等我好了 我就去買烤鴨 回到飯店裡面吃 然後才解決這一切 不然他的臉整個人 比賽到太陽還黑 天啊 天啊 不講話的時候其實 對 他其實沒有怎麼樣 但是他就是 我很害怕他不講話 我們兩個都是處女座 其實處女座的人 就是對這感情都滿俗辣的 因為我也是我記得 有一任男友就是他 因為我每一年過年 我都是要在台北 就是陪阿嬤 我那男朋友他們家是住南部 所以他們大概是 除夕的前一兩天 就會先回去 然後待到初二 這一段小時間就算是我的 一個就是可以放風的時間 對 然後可是因為他有交代 我就是要在家裡 在他家就是顧好那個小寵物 那天我男朋友就打電話 跟我通完電話之後呢 剛好朋友就打來 因為我本來跟他說我要睡了 結果朋友就打來就說 要不要出去 就是小賭遺情一下 妳就去了 然後就去了之後呢 就贏錢 玩得太開心了 因為 忘了寵物 不是 玩得太開心之後 就忘記接男朋友電話 我不知道他又在打來 可是我已經最ㄎㄧㄤ 雖然我最後有回家 但是就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是頭很痛 然後那個小寵物又在旁邊 就是可能我 亂吃餅乾什麼 然後在旁邊吃我的 吃我的餅乾屑屑 沒有 我那時候還沒有 吃我的餅乾屑屑 頭很痛的那一刻起來 拿起手機 發現會接來電 正準備在想說 要怎麼打電話的時候 他叉 門打開了 然後又回來了 驚喜 因為我沒有接電話 所以他就坐高鐵回來 然後我的朋友說 無助格逃 為什麼不接電話 他說你去哪 我說對不起 我昨天跟誰誰誰 然後就跟女生朋友 然後玩牌玩太晚 人家是我一定想不開 一定懷疑妳跟別人玩什麼 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我在家 感覺我是你們自己的問題 我在家 然後我都擦你們剛剛下櫃 我說對不起 然後接下來的 本來我們是要去走村的 就可能出去玩什麼的 接下來那幾天 都沒有出去玩 一整天在當他的小夫人 因為他走新了 就走不了村 對 對 就沒有什麼村 每天早上起來 每天都很戰爭驚驚 所以寶貝妳要幹嘛 特別溫柔 非常乖巧 對 什麼洗碗掃地 通通都我來這樣子 不敢出門了 禁足朋友約我 直接按靜音 掛掉 掛掉 掛 風機小沈這樣子的人 老船長了 他怎麼會暈船 所以我的故事很勵志 如果連我這樣的人都會暈船 那你們暈船 也OK啦 對 那一年我去大陸 我算是台灣 台灣底蘋果 蘋果初年 蘋果初年 我算是台灣第一批 名墨青書 第一批在大陸製作節目 那一年三十初頭歲 真的意亂情迷 我在百貨公司認識一個貴姊 迅速陷入熱戀 我三十二歲左右吧 然後那個梅亞才十八歲 太扯了吧 是你單方面還是她 沒有... 我們是真心的在一起 我跟你講 她家住東北 我在台灣 我每次為了跟她見面 我幫她從東北買了一個 南方航空的機票 然後我從台灣起飛 跟她相約在深圳 那時候終於到了 一直太馬 那總是要進入一個 有結果的時候 真的有要論及婚嫁 然後呢 她說她弟弟 學費繳不出來 五萬人民幣 這是被炸騰的一個師傅吧 我還住了一個愛的小窩 繳完弟弟的學費 總是可以在那邊固定 同居了吧 住下來的前一天晚上 都買好日用品了喔 她突然喔 我媽媽打...來了 媽啊 怎麼了 她什麼 爸爸 又要五萬塊人民幣 沒有 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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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不會再有別的了 要把他們家安頓好 那時候流行那種 快可力那種連鎖手搖引 手搖引 她想要加盟 五十萬人民幣 你給了嗎 就給了 好大方喔 你真的先人跳吧 我台灣的會計喔 再三一直告誡我說 因為她是一個老姐姐嘛 玉琳 這個名言人都看得出來 你不要再越陷越深了 我跟你講 劉姐 你不要見不得我好 幹嘛 你看不得我 我找到愛情 愛情來了 整知道 五十萬 五十萬會了以後 我回台灣 然後我也在收拾一些 相關用品準備真的 要過去了 因為我在那邊發展還不錯 真的 所以你要過去了 再度聯絡她的時候 手機換 換機 我無法接受耶 我想說是不是我多新的 我是不是播錯號碼 我跟一個私心瘋的一樣 重複的號碼 大概播了6636遍 一直播 一直播 就明明就是不通過電話嘛 再來就7749 好 我想說沒關係 跑得了 算跑不了廟 我有她留給我家裡面的電話 打去 電話也是沒人接的 大概這樣子過了三天以後 我終於接受了 是的 你被詐騙了 總共是直接會出去是65萬 這中間往來付的那個錢 都不在話下 如果你一生一定會 要誤上賊船一次 哪一種船是你可以接受的 A 已婚 B 你 這個船會讓你負債八位數 負債千萬 請選擇 好 男選 來 許白 PBA 男生 生辭 不絕 好有意思喔 你可以接受 我選B的原因是因為 我曾經有接受過 我一任男友 他就是有一天睡覺醒來 他就跟我說 你知道我剛剛輸了多少嗎 然後我就說 多少 因為他是玩那個線上球吧 我都不知道 他就說這樣 然後我就說 3萬嗎 我說那我給你 他說不是 3千萬 我說 蛤 3千萬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跟他講說 我陪你去求你爸 就是讓你爸爸先幫我們還這一筆大筆的 然後我之後 對 我之後我跟他 我們在一起努力賺錢 在就是分期付款還他爸爸這樣子 結果他因為他自己就是太緊張了 因為可能其中有一些是跟黑道有關係 他怕就是可能被威脅什麼斷手斷腳 他就很焦慮 他就開始就是買醉這樣子 然後買醉之後呢 就開始有的沒的 就看到女生已經放棄自我你知道嗎 他也跟女生喇急啊 抱來抱去 那被我看到我當然不爽啊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願意為你 扛債 然後你還這樣子 就生氣嘛 然後生氣之後他就說 他不會再這樣了 結果又這樣子 然後我就不想原諒他 我就 我就直接打了他一巴掌 然後他就推我 因為我覺得你欠債 什麼的都沒關係 但是男生絕對不能對女生動手 對 是 而且何況他是180幾公分 我才155 對 然後我就 你在等於宜軟即死 對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 就沒有不想幫他飛債 就再見拜拜這樣子 那宇宙士會覺得是體學A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選擇真的很可怕 但是我是不得已 我是被選擇 對 就是我曾經發生過就是 兩次 還沒有講 對 那時候的故事是 對方我完全不知道他是 已婚的身分 然後對方就是穿著打扮都很得體 然後感覺是一個高端商務人士 感覺是在一個比較高端的圈子 要幫我介紹比較厲害的人 比如說什麼瓜哥 乃哥 美人姐 常德老師 對 這階段一定為就是高端人士 對 之類的 在那邊都是小小的 你有意見嗎 你有意見嗎 我有意見說為什麼沒有嗎 玉琳哥 你有意見嗎 他一直說什麼沒有要講嗎 我是幹嘛低端人口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對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 你是在語中咆哮不算 告訴我說 我要介紹一些厲害的人 給你認識 的確我有見到一些厲害的人 可是我就會覺得故事發展就越來越奇怪 接下來他就開始把他那些 厲害的皮鞋 厲害的西裝 就帶進我家 那時候我是跟一個女生朋友合租房子 然後你知道他們就是紅酒雪茄 就開始在我家抽雪茄 然後我朋友就說 宇宙 你那個是你男朋友嗎 怎麼回事 他說他怎麼會在這邊 好像住了兩三天 然後我就說 他說他想要暫時借住一下 他說他好像跟他爸爸吵架了 對 然後結果想不到越住越久 東西越搬越多 對 然後我才從他在講電話的時候 因為他在我房間裡講電話 他叫我不要進去聽 然後我才聽到電話裡面 那一頭的朋友說 你跟你老婆到底有沒有要和好 他跟他老婆吵架 然後當天他就出去辦公了 我就把他的皮鞋 西裝 雪茄 所有值錢的東西包含名表 全部從樓上 裝了定位器 不 我住十四樓 全部丟下來 我直接從樓上 他等一下叫你賠錢怎麼辦 管他去死 我也是跟宇宙一樣 因為我有慘痛的經驗 就是我碰過這樣的男生 因為已婚的男生 真的他不講你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是 對 因為朋友介紹 然後介紹了一個就是說 他喜歡我很久了 然後只是中間 因為一直沒有辦法聯繫上 所以他知道這個姊姊認識我 他就要幫我介紹這個男生 然後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吃飯 然後一坐下來的時候 他非常nice 然後聊一聊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們多年前見過 大概這六年前 我們的確是一個工作 然後他們是背後的廠商 可是因為當時我有男朋友 他就有請助理來跟我要電話 可是我就跟他說我不能給你 因為這是不方便這樣 然後結果隔了六年 他就知道我單身了 然後就透過那個姊姊介紹 那你再見面你就覺得 問他是不是喜歡我六年 然後就有一點點微微的動心 然後他就這樣追我 追了大概三個月 三個月一點都沒有 任何奇怪的事蹟發生 就是你傳訊給他也找得到 然後他身邊的朋友 都會介紹給你認識 而且最誇張的是 他會介紹他所有的 夫妻朋友 然後你知道帶夫妻朋友 你就會卸下心房 對 然後我跟你講 夫妻朋友真的 男生 然後朋友會幫他講話 對 我跟你講 夫妻朋友的那些 就是男生 老公絕對不可以信 因為他在你面前 絕對是講套給你 對 因為 因為後來我發現 雙婦約會是一個手段 我們可能有三對 四對 五對這種 然後那個男生 就是雙婦的那個老公 都會說 這句話好常聽到喔 我知道 而且會把我們 什麼狐群狗擋 真的 然後我會把 他會把我們 那個六年前相遇的故事 就是所有狐群狗擋都知道 然後講一聽 你就這個時候 真的已經暈了 就全世界都 因為發現全都是大特 中特小特 然後後來我怎麼知道的 他其實不是已經結婚 但是他是 已經生了小孩 然後我是怎麼知道 是有一次 我們雙婦約會的時候 其中一個太太 趁男生不在 她跟你講 坐到旁邊 她看不下去了 對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就是我忍很久了 然後趁現在不在 我趕快告訴你這樣 我說怎麼了 她說我跟你講 那誰生是有小孩 就是用這口氣 那誰是有小孩 但她還在 直接結婚嗎 然後我就說 有小孩是離婚了 是什麼樣的狀況 離婚可能妳就還可以 離婚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接受 我也可以不用生 之類的這樣 生下來 對 生下來 然後結果她就說 沒有 那是她女朋友生的 我說女朋友 那可不會是分手的前女友 這樣我還在想 她說沒有 她們住在一起 好大要進 天啊 所以她就是 快要結婚 已經生了小孩 然後住在一起 可是我渾染 她在弄妳是什麼意思 對 然後她就是洗手間回來之後 我就看她 我說妳有沒有話跟我說 然後她就看得出來 她有騙我的事嗎 她說沒有 怎麼了 我說我覺得 我們就到這吧這樣 我就很瀟灑地走了 走了之後 就把她所有聯絡方式都刪掉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去北京工作這樣子 就沒有聯繫 那隔了多年之後 她有正面地跟我 說過一次sorry 我做了那麼久的談話節目 我每次聊下去都 嘖嘖稱奇 都是這種正妹 會遇到這些事情 很奇怪 我都沒有遇過 那可能你就 玉琳哥 美人姐太難見了吧 怎麼勸得到 你怎麼沒有學會求生慾 你有沒有發現 都正妹遇到這個 對啊 沒有 對啊 真的是 這樣 你可以接受負債八位數 負債 你又不是跟她有親戚關係 她不會立刻直接債務是你扛 你還是可以去釐清 然後她也許真的 人都有理財不理智的時候 然後或是被人家騙 或是也許有的是家庭繼承下來的 就是她也是情非得也 人都要成長嘛 所以我覺得 理財觀念是可以改的 那我覺得B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只要有時間 就可以一起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的 對啊 而且我本身已經醫過了 大概是前幾年 然後就是跟一個女生交往了 然後交往了大概半年後 她就是終於跟我分享 她最近的狀況 就是她的公司 就是被簽了大概三千多萬台幣 然後我聽到這個數字 你知道嗎 就是對一個可憐的巴西人來說 三千萬台幣是真的太多了 可是當一個好能人 我就好好的思考 我就開口地問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出這個問題 然後她就跟我解釋這個故事 就是她的公司 是被一個大的公司被壓迫 然後那個大的公司 用她的小公司 去洗出來她的資金 然後這次累積起來了 就變成三千多萬 對啊 因為大公司的老闆的兒子 是喜歡她的 然後我聽了久了就想說 最多就是可以繼續跟你在一起 因為我就是喜歡你嘛 然後就是可以幫忙 就是只要你有生活中的一些困擾 我用能力就是互相 對 陪你走出來的 那當然我們最後分手之後啊 就是我們還是繼續當朋友 可是我不是因為大千這個錢 因為我們分手之前 但已經把全部換掉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錢的問題不是最大的問題的 OK OK 這一題到底選哪一個才是正常 好不好 我們來看哪一個才正常 如果醫生一定要誤上賊船一次 哪種賊船是你可以接受的 A 已婚 B 負債八位數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第一對的答案我會選B 對方欠了千萬卡債 我這裡的朋友 他們就是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然後交往了一年多 才發現 對方家裡有好幾百萬的債務 但還好那個時候 他選擇不離不棄地陪在他身邊 所以後來就是 對方家裡的債務狀況 有獲得改善 然後現在就是也都過得還不錯 因為我周圍的很多的女生正媒 不管是網紅 網美 正媒 女生沒有的 他們基本上 對於男生的債務 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因為同甘共同 所以台灣的女生我覺得還不錯 根據調查結果 有38%的KOL投給A 已婚 而有62%的KOL投票給的B 負債八位數 你覺得你正常嗎 好 好的 所以表示選A 已婚的是不正常 天啊 很涼喔 所以大部分人是 可以接受債務 可以接受債務 對啊 難怪 好nice喔 詐騙集團這麼多 好nice喔 這個數字有嚇到耶 是 這個嚇到耶 千萬耶 不是啊 可是情感不忠 是更不好的事情 對啊 有沒有誰 從頭到尾都被噴的 沒有 沒有 小王子 加油 小王子 為什麼 小王子 啊 被噴 啊 好帥喔 蠻不正常的 其實我也沒講什麼話 他就是一路被噴的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